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黄世民这件事情 其实我跟他没有什么过节 但我要帮他讲一点话 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官说 是写在他的这个书状上 递给法官的 意思就是说 我把我的请求 白纸黑字写在上面 不过现在比较争议的是说 小老百姓这样写 你是曾经带过检查总长的人 其实这件事倒怎么回事呢 就是柯建民爆料的 他说黄世民因为担心 1月6号之前会遭到判刑定验 所以他的退休金可能会泡汤 所以才会刚刚你就是说 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祭出了苦肉计 就类似像官说的方式 指明这个判决会影响他的退休金 希望审判长能够了解他的冤屈 但是也有人讲说 其实像这个何怡婷求情 说什么上游老母 下游什么子女 这些都是合理范围 所以称不上官说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是律师写那个书状的时候的 那个标准范本 所以到底是不是官说呢 其实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因为我也常常跟他打官司 我去检举别人 人家就会告我 我就讲今年的11月 当时就有曾经要开 那个何怡婷的时候 那就有律师提出来说 那是不是等我们12月 11月29号投完票之后 我们再来看 因为这个选举之前 可能有些证人 包括我邀请一些市府的首长来作证 他在选举之前会不会不方便 然后所以有时候你会针对 例如说总咨询 我们第一次开庭 他说总咨询 他会被议员咨询 可能这些首长不方便作证 后来到了 延到11月之后 他又11月29号是投票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造成不变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黄世民我完全不认识他 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 是在法律上是有惯例的 包括我自己打的官司 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针对总咨询 但是他的原因是因为 他个人的退出金会泡汤 这有点 这点当然就会比较有争议 因为我们仗是 早知如此何必党出 其实我对黄世民就是有这种感慨 当初他去夜奔马英九的官邸 去丢资料 让马英九见列欣喜 发动所谓的九月政争 当时黄世民恐怕压根没想到 有一天他必须要走到 拜托法官 你是不是在1月6号之前 你不能审判 你不能判决 因为这是关系到我的退休金 我认为他配合马英九 他坐建了这个所谓的 检查总长的这个位置 他把检查总长 这个独立运作的位置 他变成了马英九的工具 倒过来讲 检查总长这个位置 是马英九给他的 当然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是独立运作 我必须讲 这中间当然有提 台湾 但我在马英九跟陈水扁 这两任运作之下 我们的体制 其实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也许不是在体制规定的本身 而是这些有权利者的运作 都让他出了问题 那今天黄世民 让人家觉得比较不齿的 就是说 那你也有今天 你当年你如果有一点肩膀 你脊椎骨是有骨头的 不是软骨 你不需要去配合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今天你不需要去担心说 是不是这个法官 你是不是不要在1月6号之前审判 因为会影响到我退休金 而法官果真同意 1月8号才要开庭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我真的很希望说以后的检察总长 以黄世民为鉴 甚至在陈水扁时代用的陈聪明 这几任的检察总长 其实他们下台的身影都非常的丑陋 我认为都是他们愿意自甘堕落成为政治工具使然 所以我是觉得说黄世民过去的所谓的铁汉 今天必须要去低头 有时候真觉得不齿 其实我不觉得黄世民这个叫官说 因为大概不会有人官说公开写在书状上面去官说 那我以我自己打过官司的经验 你打什么官司 其实好多 被金普通告 被国民党的党产中投告 被刘正宏告 已经到快到竹帆不及被宰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全身而退 所以法院认证 对法院认证 那在我的上诉的书状里面 我从来不会去向法官求情 那我们大概就是会跟律师讨论 那律师其实很清楚 会求情大概只有一个状况 就是律师研判这个案情 你大概有罪是跑不掉了 就几乎我的看法说 你会求情大概等于认罪了 只是希望说法官在法律的许可范围之内 能不能稍微延后 像黄世民这个是稍微延后判决 那有些是说可不可以轻判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国家制度的问题 当我们一个高阶的公务员 他涉及这样的可能会影响 他的退休权益的案情的时候 该不该在法院判决确定之前 暂时不能核准他的退休 因为他一旦让他退休钱拿走了 你将来要追讨又是一个很冗藏的法律程序 有可能大概就追讨不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黄世民的案子 除了说检察总长这个司法人的骨气 跟人格之外 国家的整个退休制度 就说将来如果说有公务员设案 我不管他是低阶或是高阶 当他设的案情会影响退休金的时候 是不是要等司法程序走完 再来核准他退休 那讲到这个我要提醒大家郭冠英呢 郭冠英退休金领了没有 因为这阵子大家忙选举 大家也没有特别去追踪 那会不会偷偷摸摸 就合给他了 就领走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 对于公务员的退休 保障权益在某种限度上的保障 我是同意的 可是你不能保障到 好像就说我不管干了什么事情 我一定都领得到退休金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的人民 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OK 我本来想要call out这个王庆峰 他的律师 但是他说他不方便 当然我相信 其实我们节目很多call out 或者是说这个访谈 我们发现就是说 有些人他觉得他自己是理直气壮 他打死他都要来 他不要来他都要来 然后说什么他都要讲 可是我们就会发现说 某些事情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就知道说黑白分明 那理亏的那一边 通常是不接电话不做说明的 这是我们长久做媒体人的一个心得 因为这个案子是在进行中 这个事情是在进行中 因为今天是柯介明总召把他爆料出来 所以如果到时候真的法官在1月6号之前没有宣判 那黄世民钱就临走 700多万嘛 那如果以后再判有罪就回到刚刚讲的这样子 那又是一个很长的追讨一个程序 会不会发生 这是一个 现在大家都在看 看起来是发生了嘛 他延后到1月8号 对 所以 确实就发生了 那这个就是制度是一个问题 不要忘记 黄世民一审是判有罪 对 一审是被判有罪的 所以 同理 他二审被判有罪的机会应该蛮高的 那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退休制度的一个漏洞 像这种伤害国家法治的 重大犯罪的 那我这样子让他跑了 人民还要再养他一辈子 我想纳税人会不甘心 那我们再回想当年发生的状况 还记得吗 三斤半夜下大雨 黄世民不敢叫司机 叫特征组主任检察官当司机 开他去总统官邸 偷偷三斤半夜拿给他 然后从那天晚上以后 每天马英九都跟黄世民通电话 对 每天都一通至少一通 一直到爆发特征组 违法监听国会 马英九从此就失了言诺 大家还记得吧 而且案子查到最最严密的时候 马英九跑去接受电台访问 对 透过空中把他的讲法想法 他的立法通通讲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空中串政 但是马英九跟这样因为切割很清楚 他说黄世民把那个翻译 就是那个监听的议文 拿给他的时候 马英九要特别问他 这个我可以看吗 这样一话 这样一话 我可以看吗 可见上面已经知道说 后来啦 后来的发展就已经很确定 这是一个违法的事情 OK 那这样的一个违法事情 这个重要的一个关系人很眼看 就要融退 就享受退休舒适的生活 对 你想看在人民眼里会怎么想 不过一个重点是谁决定采用 而且很高兴的去发动这个九月政争 当然是马英九 那马英九确实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那马英九的责任在哪里 因为他现在屁股 还坐在总统的位置上 他现在还有刑事豁免权 等他下台以后 这个案子是马英九就必须要面对的 一个司法案件 当时的九月政争 那么现在当事人柯建民现在反而说 黄世民在进行官说 而另外一个王金平呢 他的党籍案可能在朱立伦 如果当主席的状况之下 他会被撤销 我们稍后回来聊